這個機場好可愛喔 屬於巨的腳踏邊 超紅色的 這蛋好吃喔 精神鮑魚 這邊有什麼 墨魚鮮 這還不錯 魚彩味爽 魚具 紅燒牛肉 鮑魚燒爽 好壯觀喔 很像漢堡 這很熱當早餐耶 這個地標 八年了 中秋醬的 紅棗的味道 甜甜的 天秤 65歲 這覺得建築物很媽祝耶 這是花崗岩嘛 咬開裡面 它在擋 這樣挽擠 用水晶腳那種口感 所以這是51句點嗎 什麼 射擊位置 看你這樣挖到 蠻眼淚 搞正蠻火裡面很大耶 上船囉 噔噔 好空喔 有嗎 有看到嗎 走到底 看一下 M1 A1 台灣的小百岳第98耶 怎麼用百岳的菜 唉唷 牛九屋好大屏 我的碗上來了 抽仙 大家好 我是阿蠻 歡迎來到MANLIFE 現在時間是早上6點 現在人在台北的松山 昨天住在一個背包客棧 因為今天呢 我要去 馬祖 山日遊 等下要搭7點半的飛機 就要飛到馬祖去了 沒有去過 廢話不多說 我們出發 松山機場 GOGO 很難想像耶 我竟然會 早上6點一個人在台北的街上 哈哈 今天天氣真的是有點涼爽 感覺隨時會下雨 台北國際航空站 我不是國際的 我是國內的 這人吵也太扯了吧 南竿北竿天氣不好 南竿北竿天氣不好 全部都是關閉的 都要等待通知 或者是7點半來搬 飛南竿的 還好我坐的是7點半了 準備中 終於進來了 還好我這班沒有取消 前面兩班都取消了 前面兩班都取消了 有 準備去團隊还是一個人 一個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到了 這個機場好可愛喔 而且媽祖很嫩耶 有點像冬天的感覺 這裡機場超多人 應該被在這裡卡了一天多吧 先玩再說了 媽祖 我現在要入住今天要住的民宿了 這個報告班長 我住的是12個人混合的 然後都是上下鋪這樣 這邊有雙人床 然後這是我的床位 等一下 這屬於自己的小空間 它一個晚上是 600多 好像650吧 一個晚上 便宜 好 帶你們去看一下浴室 浴室 然後這是洗手台 還有吹風機 洗衣機 之後呢 外面有 飲水機跟冰箱 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附灌洗用具 沒有毛巾什麼的 所以等一下要去買 沐浴乳跟洗髮精是有的這樣 今天第一天 我們南竿之旅開始吧 好冷啊 哇 又有飛機要降落了 我現在來到了 介壽市場 來吃個早餐 三百六十三號 在哪裡 二樓啦 這邊有沒有 這裡有很多好吃的 老字號油條 還有麗餅 阿妹的頂邊湖 對 我要來吃這個 這是福州傳統道地小吃 我開嗎 還有嗎 還有嗎 休息了喔 休息了 休息了 摸摸 哎呦 好像沒有辦法壓力了 我要來找在地人 問他說 今天中午有什麼可以吃的 大哥你是在地人嗎 裡面喔 好 讓我去看看 謝謝 裡面我來了 裡面 這是大哥推薦的 裡面兩間 第一間 愛托家五一連假休息 好 我們終於找到了 這一間有開 依媽的店 老酒公房私房菜館 他這間是有滴銷的 一個人四百 吃飯啦各位 今天吃日子 來 拍照 這裡有一隻小花 好 上面有一隻 滷滷 滷滷 門口有兩隻 小黑跟小虎 沒有啦 我幫他去的 你好 一位的嗎 對 一位的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個人風味套餐 四百 就是這個 很少有這個套餐 那後面都是乾餅 好 那我就有兩個 兩個人風味餐 好 那你少喝一下 哇 好多簽名喔 好多簽名喔 耶 我的菜來了 有高麗菜 有爽 蛋 紫菜 還有醉蝦 紅棗肉 地瓜 紅棗 炒飯 還有 葡萄湯 超豐盛的 淡淡的酒味 很像紫米 但是味道不太香 這蛋好吃喔 是鮮蝦炒蛋 這蛋好吃喔 是鮮蝦炒蛋 是鮮蝦炒蛋 吃鮮蝦炒蛋 我們還要吃鮮蝦炒蛋 是鮮蝦炒蛋 所以我們看到這蛋是鮮蝦炒蛋 更有鮮蝦炒蛋 它很像鮮蝦炒蛋 而且它很像鮮蝦炒蛋 好爽 很爽 這蛋是鮮蝦炒蛋 這要剝它是新的肉 剝出來變成這樣 這個口感我不會形容 但是就是海鮮的味道 還蠻像的 有點像海瓜汁那種韌韌的感覺 這不是地瓜耶 這個是魚啊 它的海帶是屬於酸酸甜甜的 涼拌的 不會脆喔 很嫩 很嫩 皮很好剝 完屎的好吃 吃完午餐了 我覺得雞皮質超高 你看它幾道菜喔 裡面全部都是海鮮 我個人比較喜歡就是像這樣 每個東西都想嘗試 可是不想吃太多 那就是每樣都少少的少少這樣 那個湯 你不要以為它的湯頭是 餛飩的那種麵粉的湯頭 不是喔 它的湯頭是海鮮湯頭 喝的出來那湯頭是甜甜的 好那我們等一下要去採點啦 OK Go Go 我現在來到了整個 呆蛋紀念公園 它說前方三天整個帶蛋是一個大神 我就榮立眼前 十分醒目 就是一個精神標語 這個地方往下看可以看到南岡的漁港 這裡有特產 好多人喔 好多人喔 往後看就是整個帶蛋嗎 真的耶 這裡有一個海景餐廳 下面有一個蔣公頭像 下面有一個蔣公頭像 套子 有一個蔣公頭像 可是各位看 這個是什麼 它應該是一個蔣公頭像 沒有那一個 哦 那一次 這個 這個 沒有中間 欸 腳中腳 一路 不行喔 一定要有什麼可以吃 沒吃錯 沒吃錯 然後花葛很好吃 嚐一下啦 你說花葛� 真讚的喔 先買下去 先買下去 我們在看蝦米 很有名 他說這個 泡麵的時候把它丟進去 會超香的 野生蛋菜 還有這個 我們在看蝦米很有名 他說這個 來 你們有九北大客 這還不錯 這還不錯 小龍蝦欸 120的魚乾直接100塊 你看 直接100塊 直接優惠 嗯這個好吃耶 買一包 好 買了買了 這是那個導遊介紹的 不認識的導遊 我是混進來的 買好名產 繼續上路 下一站 我們現在來到了 勝利山莊 這也是講公行館 然後有仿原山的建築 這是了解媽土歷史的好地方說 到此也有 這裡有任務在進行 這裡是一個招待署 是專門來接待總統或高級軍政展官的地方 坑道內別有洞天 有氣派的餐廳 有展示廳 有接待大廳 客房 餐廳等 它是南竿熱門的觀光景點之一 沒辦法進去啦 沒辦法進去啦 看照片 現在我來到了勝利堡 他說就在前方 是媽祖戰地如畫博物館 MBCM 九點到四點半 好 迷財為裝 機槍堡 有點積水 就不進去了 這個當兵 大家都很知道的一個地方吧 唉唷 廚房耶 哇 儲藏室 真的有放東西耶 所以他們以前真的是在這裡面生活 哇 國軍紅燒牛肉 阿寶洲 鳳梨罐頭 唉唷 好酷喔 這個我有吃過 取水壺 這士兵請示 哇 好懷念喔 安全釋光 欸 海檔釋過了 看一下這個風景 哇 不錯耶 這上面有點密集恐懼 唉唷 雞皮疙瘩 觀測平台 上面有椅子可以坐耶 這就出來啦 排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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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套房耶 是廁所 真的是套房 可以感受在地 可以感受在地 音場 聽一下 振奮之聲 好嗎 看完了 那這盛利堡呢 裡面應該是可以容納一個牌吧 好嗎 看完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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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 一個排斑 因為它裡面最大就是排長而已 我猜啦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們現在先去 夫人村 秋櫃亭這一邊 媽祖宗教園區 等一下再去 有沒有看到 媽祖在那裡 石頭做的喔 等一下去看 關海路 我們去關海吧 現在來到了 秋櫃亭 哇天氣沒有很好喔 而且有船耶 那個船應該是要去北竿的 北竿應該是在那裡 超大喔 現在媽祖巨神像在我們上面 我們等一下要從這裡往上走 走媽祖長樓梯 是嗎 好像有點高耶 好像有點高耶 這樣看上去 很像一艘船 這樣很像一艘船 我還以為我來到了澎湖耶 菊島之星 天天的 天天文 媽祖 好壯觀喔 這裡有一個廣場 丑洞 一二三 採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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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軍艦嗎? 很像耶 據說這個媽祖神像他是用360片的石頭做成的 祈求一年365片可以平安這樣 這有祈福的媽祖宗 宗教五一化區 它這個巨神像是102年10月13日落成啟用 它是參考大陸福建眉州的樣貌興建 高有29.6公尺 它是365塊石頭 不是360 我說錯了 就是象徵日治平安的意思 才會用365塊石頭堆砌而成 其實我們媽祖宗廟都超過百年的歷史 但是因為20年一大修所以你會覺得保持的都還不錯 那你要知道既然20年一大修是不是就會有一些舊的文武神像 要去做太幻 其中你待會我們看到這個軟硬腳這個硬腳 就是這個神教 就是之前在天后宮太幻下來的 然後他從八祖宗延的就有講到 到時候開那個時候不要丟喔 遊者以後會用到 結果沒想到就在2019年 我們在蓋這個風教文化園區的時候 果然就派上用場 那個導遊說剛才那個軟轎啊 它就是很神奇 原本它不是要放在坑洞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的指引軟轎放在那個坑道的門口 這樣放下去 剛好是吻合的 就像剛才的照片所看到的 那從此以後那個軟轎就放在那個坑道那裡 也成為了祈福坑道 就是可以讓丟它進去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去天后宮 這裡有很多小吃 我們來看看今天拿雞加油開 這裡是馬港觀光商圈 可能沒什麼東西可以吃喔 應該只剩下7分而已 這裡有好多老酒喔 好多軍用的東西喔 好多軍用的東西喔 好 好 回憶了一家 有開的 這叫馬祖漢堡 2011年馬祖特產 換手禮票選的 人氣王第一名 有開的 雞公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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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它的包牌 我的雞公餅好了 好像是... 豬排 蔥花蛋 激光餅 很像漢堡 我覺得他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地方 你們有知道是什麼嗎? 他沒有加任何的醬 而且這樣吃起來不會很乾 然後該有的味道也都有 我本來以為味道會很...單調 可是吃起來還蠻好吃的耶 他這個餅... 很特別耶 吃起來有點QQ的 重點有很多芝麻 這很適合當早餐耶 其實這裡也是一樣 你看 幾乎都是休息 沒幾家有開的 有 這家有開喔 這家有開 各產店 這個地標 他是手裡拿著一把刀耶 上面寫的馬祖 這叫 海之路建碑 好 哇 前面不知道賣什麼耶 看一下 這裡就是天后宮啦 紅麴香腸 對 八年啦 紅麴香腸 很特殊耶 一隻多少 一隻四十 好 哪一隻 好吃喔 只一隻一攤也只有在這邊可以吃得到 他是誇笑 所以各位吃起來會外酥 你會酥 嗯 真的外酥耶 今天是馬祖娘娘生日喔 五一都出來擺 他這個一定要捧場 這是外酥內任 他有皮真的是脆的跟酥的 裡面的肉就是脆脆的這樣 然後有紅藻的味道 甜甜的 這好像是一個景點 我又亂入了不知道哪一團 那是一個人 那就隨便來資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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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零六十五歲 生日快樂 盪子 這蛋糕也太高了吧 這裡有媽祖販賣部 買資訊啊 喔 明明很清喔 還不早外套 5482 我們這個要貼紙 我們要實買 那生意做好 你看 媽祖在媽祖 王金沙灘 他們在淨灘耶 好讚喔 這裡是聖天公園 這個很中國風耶 怎麼感覺照片舊舊的 可是實體還滿新的耶 我現在來到了金沙聚落 這裡有黃金沙灘 洞好小喔 喔 沒了啦 這邊有個洞 就這樣 這裡是沙灘的 哇 這裡的建築物 很媽祖耶 現在要上去看一看 全都是石頭路耶 這是花崗岩嗎 好像是 哇 這間是民宿耶 爬上去看看有什麼 這有很多酒瓶耶 這有很多酒瓶耶 地上也是 喔 酒瓶牆 酷耶 酷耶 那裡有叫地名嗎 有 這剩下這兩三個了 馬大也賣完了 紅菊早餐也賣完了 紅菊早餐也賣完了 這個是地餅 它跟我們的口碟是不一樣的喔 咬開裡面大概是長這樣子 咬開裡面大概是長這樣子 裡面有蛋 還有那個高麗菜炒 米粉 然後肉絲 感覺吃一顆都飽了 有點像水煎包的感覺 它裡面是有口感的耶 就是有點QQ那種感覺耶 淺淺的 吃起來有點像麻糬 跟水晶角那種口感 這個角度往下拍可以拍到馬祖的 在地建築物耶 還有一個碼頭 吃完剃餅 我現在來到了鐵堡 它是一座小型坑道式碉堡 因戰略需要 所以明開花 上附水泥 並漆上迷彩 作為掩體 那裡面是可以住人的 還有一些床鋪 廚房等等 大概長這樣 要從這裡下去 然後接到那裡 再到對面 慘了 這個時候竟然在下雨 別吧 你已經一整天沒下了 就不要再下了啊 五十一號 所以這是五十一據點嗎 哦 這是床位耶 上下鋪嗎 最沒錯的耶 跟坑道一樣 不換掉裝好多耶 這樣子很不同的意思耶 跟坑道一樣 什麼射擊位置啊 射擊位置啊 衛兵燒 北海坑道藍眼淚 晚上七點我們要來這裡 坐那個小船去看藍眼淚 我們先大概看一下 下雨啦各位 GG了 我們還有幾站沒逛到耶 北海坑道跟大漢距離 現在到了北海坑道 那路口咧 這裡有個廁所 我想去看一下晚上要坐船的地方在哪裡 這號艙裡面是可以停船的 這是挖的嗎 坑道蠻眼淚的 保證版 哇 裡面很大耶 晚上再來吧 好了 北海坑道探勘結束了 走進去就是坐船的地方了 那我們先去大漢據點 看起來也是一個坑道 然後到四點半了 感覺自己的坑道比較厲害耶 都是徒手挖的 上面這個都是凹凸不平 有長有短 有寬有窄 撿到四點半了 這裡有個岔路耶 我們先走 前面走好了 走到底看一下 喔 這樣就出來了 M1A1 90公里高炮 難怪它需要這麼大的空間 看不到不打 打不到不打 瞄不到不打 這是另外一邊的主坑道 這是另外一邊的主坑道 感覺更長 我們也走到終點看一下 喔 一樣 它放的炮也是一樣 也是M1A1的 這花鋼眼 突發 下一站 Let's go 現在沒什麼魚了 衝衝衝 幾年還沒逛完耶 不冷啊 不冷再下了 現在我來到了南竿最高山峰 叫雲台山 這裡是標高248公尺 南竿的第一高峰喔 欸 這個是台灣的小百月第98耶 所以我登上了一個小百月 它是遠眺馬祖烈島與大陸 北礁半島的最佳景點 好 好 不錯 都看不到 非常棒 那邊是大陸 沒錯 那邊應該下著大雨 這個就是我們的 雲台山軍情館 這個台灣好行有道耶 他的下一站是機場耶 他的下一站是機場耶 看不太懂 哇 天氣惡劣 怎麼沒有百月那個牌子 台灣第98座 小百月 達成了 這裡有個涼亭 好 沒什麼好看的 下一站我來到了八八坑道 看一下他的解說 打開八八坑道的大門 就像是開啟了一段 較長的秘心 它一門是躲避海道的防空洞 後來國軍進駐之後 加以著高 蛙森跟強固 作為戰車坑道 全長273公尺 可容納一個步兵團的兵力 慶祝蔣中正88歲的誕辰 所以命名為八八坑道 那因為這裡中年的溫度非常穩定 然後成為了媽祖放老酒跟高粱酒的最佳場所 一進門就可以聞到 濃濃酒香撲鼻而來 好像是喔 沒什麼味道 有點皮燒 進去看這個是 馬祖酒廠 哇呦,真的有酒味 進去就聞到了 馬祖老九儲存區 好大屏喔 它裡面有一個非常濃的高粱味 這裡有個勺子耶 在裡面這樣穩感覺都快醉了 這個景點免門票推 來南竿必來的景點 好了各位,現在是下午的六點多 那我現在要去北海坑道了 六點四十分要集合 下雨天啊 屁啦喔 又來了 洞里乾坤,藍眼淚 人來到馬祖是趁幸而來,百幸而歸 因為呢,他們都會想說 我家來到馬祖,我家能夠看到藍眼淚 那我一定可以看到的 就跟照片上面一樣的那種參景 那不可能的 這些生物呢,它被美國評選為自然界的十五大奇景 既然是它自然界的十五大奇景 每天都這樣的話 那它真的就一點都不稀奇了 網路上面放來像是說四到六月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說四到六月呢 因為溫度 對了 任何一個生物的出現 它絕對有它的條件 溫度就是很大的條件 它的體氣非常非常小 小到呢,我們的肉眼看不到 所以呢,看藍眼淚是不能有任何的光號 所以在觀眾在黑暗之中 我保證大家可以看到它 第二燒 第二燒 好 進去跟他們一樣,面朝外掛做 上船 上船 打鼓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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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克風 這邊是一台車 就會飛機 我來看一下 你先看一下 那如果要使用手機 麻煩說 我們把手機放在這裡 這樣 關燈 我放針了 放針 他靠我了 好 大家 到一圈了 有嗎 有看到嗎 好 看不到 關燈之後 什麼都看不到了 坦白 全部把燈關掉了 超暗 然後相機超亮 所以我就關掉了 這裡有燃眼淚 好了 各位 那我差不多結束了 因為他坑道裡面是沒有浪的 所以必須要用那個船槳在那邊拍 然後拍了之後才會跳出來 藍眼淚需要靠震動 他才會發光 所以如果在海邊的話 海浪打他 他就會發光 這是坑道裡面的樣子 晚餐 我們來試去吃這個 台馬小吃 我想吃老酒麵線看看 他的老酒麵線賣完了 所以我只點了湯包跟餃子 那餃子好像蠻厲害的 一直聞到它的香味 就是蒸籠的香味 我的晚餐來了 湯包 蒸餃 哇 燙燙燙 我不會噴 我不會噴 啊 好吃 它這個湯包湯汁很多耶 味道調得很好 加上它的特製 餃子這樣子 還是稍微辣辣的這樣子 很大 超鮮 好的 各位 那今天南竿一日遊的行程 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今天大致上南竿的景點都 已經 鬧過一次了 好啦 那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明天 看要去舉光還是去北竿 如果喜歡的朋友 記得幫你們喜歡 還沒有訂閱朋友 記得幫我訂閱唷 那我們明天見 掰掰 拜拜